我們《新青年論壇》早前做了一個民意調查 發現有七成多的市民 對於今年8月1日政府實行垃圾徵費的措施 表示沒有信心 更加有八成住在三毛大廈的朋友 他們更加想各自有關的計劃 民意的迴響很大,我們都不難理解 我們在地區上收集到一些見到市民 聽到他們的反應 其實大家不想去推行垃圾徵費 但現時在社區 所有垃圾回收和廚餘回收的設施是很不足的 以我們來講成為例 暫時有九部廚餘回收機 但基本是每晚九點未到 所有回收都爆滿了 是供不應求的 我們就想額外再申請租回收機 但政府就跟我們說 現在基本排長龍 暫時未有得讓你們再租額外的回收機 沒有錢租回收機 第二件事是陸仔回收店也不足夠 建議政府不要一觸而揍 也不要急 順應民意 或者在社區上增設一些多點回收點 做好廚餘回收和固體的回收 循序漸進一步步 再推行有關的計劃 要人的行為習慣的改變 教育、疏度、怎樣推動 這樣鼓勵才有作用 好開心 我們有時候要去趕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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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